All Aboard 哈喽 大家好啊 这是火山社 我是小史 大家听说过鬼市嘛 我们的北京之旅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在晚上来看一下这个北京最著名的这个鬼市 在我的身后就是传说中的鬼市了 现在是晚上12点半 可以看到后面的人超级超级的多 相传这个鬼市是清末的时候开始盛行的 我听到的说法是这样子 就是当时清末的时候很多皇宫贵族啊就没落了嘛 必须得卖到点东西来贴补生活 但是呢毕竟就是有身份的人 有面 所以呢他们必须要放在晚上 这样见不得人的时候 还有一种说法是 相信大家都有看过鬼吹灯啊 或者盗墓笔记之类的 这种挖坟盗墓的东西毕竟是见不得光的 必须要放到这种大碗上出来卖 以上的两个说法就是鬼市诞生的主要原因 然后也相传说这个鬼市有很多规矩 说什么买卖都靠首饰啊 如果你谈好价格就一定要买下 不能不买啊等等等等的规矩 但是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 所以今天晚上火山社就带大家去 趟一趟这个鬼市 我们走吧 在我的正前方这一边就是鬼市啊 现在晚上这么热闹 而且旁边还有警车 这次跟我一起来鬼市的有王漂亮同学 还有Future同学 鬼市从这边进去 这边连小动物的我卖 狗子都睡着了 哎呀猫也困了 现在好像留下的鬼市只有大柳树市场这一边 就是周三的凌晨开的 都说是三点才开 但现在十二点半左右就已经超级热闹了 卖什么都有鞋子 那边还有鼓丸 但大部分我觉得都不是真户 我眼前的这一片是鬼市一开始的这条路 我带大家走进去看看 如果只是这么一小片面积的话 东西应该不多吧 就刚刚给大家简单看了一下摊位啊 很多摊位他卖的东西也没有一定的就是规定性 就是我一定会卖什么 他们就是有什么卖什么 什么都卖 这种碎的手机都卖吗 哇 这是老的那种摄影机好大 现在已经很晚了 有些店主都在休息了 这个猪八戒很有意思 这种老式收音机也很有意思 我记得我外公以前有过一个 我看了一下这东西也不怎么样 很多人是不是享受来这逃的这种感觉 就跟上网逛淘宝一样 就刚刚我听到有一个老板就在那边讲 他就说30块你赌不赌 其实还有点彩票一样的消息 这个鬼是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 刚刚我们只给大家看了一小块地方 你再往里走 可以看到这后面很深 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白摊啊 然后这里面深一点的地方 都是卖那些石头啊 玉器啊 手串啊之类的东西 就到里面的话会集中一点 我来到这就不自己背着手走 你开始跟个老头一样 有说法说你要买这种东西 买定离手 是不是真的能逃到就是好东西 全看自己的眼力 还有种说法是在鬼市不能买跟时间有关的东西啊 但是还是有很多商家在卖手表之类的 这种老手表 我跟蒋来刚刚有可能是错觉吧 但是因为我们都有在北美上过去 我们知道那个味道 就是我们刚刚有闻到那个大麻的味道 也可能我们闻错了吧 因为在北美那边是合法的 我们是有闻到过这个味道 但北京这儿竟然闻到这个味道 好神奇 因为往里面走 这种古的老的或者防古的东西 会比较多一点吧 但是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什么自己特别感兴趣的 我在别的UP主那边 我看到说有一些那种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啊 什么的 但没有特别看的这种东西 学校的同学 你到目前为止有什么特别自己看的这种东西吗 我刚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球一样的 反正是陶瓷做的吧 蛮有新意的 哦 这边连玩具都有在卖 屠夫耶 哎 你叫我是谁吗 你是谁啊 是孤独的风中一匹狼 哈哈 你去买个这个画呢 放火光山在墙上一挂 哎 还这么紧 那个也可以拿来卖吗 一般就是集中在中心的那些地方的摊尾都会比较大 卖东西会比较多 角落这边几乎是没有空位的 不管买一个角落都塞满了 卖不同东西的商贩啊 刚刚我们来逛的时候 这边还有很多的商家现在连全部都走了 他们走的也没有很彻底 留下了很多的垃圾 前往照古镜 581的店铺在哪 从这里再往前面走 就到我们刚刚进来的进口了 这家店很有意思 有卖很多以前那种老的电子设备 有很多的镜头 这个牌子相机我都没见过 这是以前那种大的DV 比我手上的这个大超级多 连这种手机都有卖啊 关于这边鬼市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不要去问商家的身份 也不要问这些东西的来历 是这边的禁忌 那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手机 或者有很多看似老的物件吧 然后再结合我一开始给你介绍过 那些鬼市的背景 其实是可以理解 这些规则的来源 这条鱼很有意思 还有很多这种复古的相机 这个我觉得尤其有意思 是以前那种老的机械的 应该是时钟吧 有些东西 哎呀 对啊 tiger's high testicle 哦 真的假的 这也可以卖吧 这个是虎爪吗 这不是虎爪 这不是虎爪 不知道是什么 这可能是虎爪吧 这不是什么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tiger's tactical 这些是 testicle 我肯定会吃大小 很有意思 这些东西先不论真假 这个是合法的吗 这个是可以拿来卖的东西吗 这个鬼市真的很有意思 你可以看到连斧头啊 扳手这种东西都会拿出来卖 我逛了一圈 现在有点感触 我觉得这个鬼市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是它的自由度 你可以看到 刚刚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卖 只要商家觉得自己可以买 他就会拿一块卖 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这儿能看到什么东西 非常有趣 这些灯还蛮漂亮的 又有好多小奶狗 超级可爱 不知道 又是那股味道 那股inligal的味道吗 对 刚刚又入过一个小饭的门口 特别闹 真是天子脚下呀 这边有一个女朋友 我们这个视频成了举报视频啊 完了 完了我要被人追杀了 到处追杀了 我们刚刚来的时候 这边还有一辆警车停着 现在可能真的太晚了 鬼市这边已经逛了差不多了 先不聊了吧 等我们到安定的地方再给大家聊一下 就是鬼市的感受吧 好嘞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 我们现在准备回上海 因为昨天去完鬼市实在太晚了 回去就直接睡着了 现在我跟大家聊一下去鬼市的感受吧 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去旅游的 我觉得鬼市是值得去汤一下的 因为真的非常有地方特色吧 在上海那边是 我至少从来到大 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的东西的 而且它是有历史底蕴的嘛 不过呢 也请各位就不要抱太大的 希望指标太高 现在那个鬼市跟当时 我跟你讲的传说中的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说难听点 就是一个什么都卖的夜市而已 但是挺新鲜的 因为你真的能看到一些 也许是很老的东西 或者一些很稀奇无外的东西吧 里面的东西 普遍都要价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可以杀价 反正我一个感受就是 因为大家都在熬夜 好像大家脾气都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进去要小心一点 你早一点去的话 是有警察在旁边巡逻的 不要特别晚就OK了 好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素质三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就会发现了 对我们的视频 感觉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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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很高的